哈囉 大家好 我是愛麗絲 今天的影片主題呢是 Get ready with me 沒錯 今天就要來開箱 我五月的時候呢 不是有去韓國嗎 然後買了一些新的彩妝 然後我一直留到就是現在 我都還沒有打開一部 就想說趁今天 然後一次的呢 來開箱給你們看 我現在呢 保養已經做完啦 就是已經擦完隔離了 那第一部呢 首先是 我跟你們講 我在Olivian找到的法寶 你們知道最近有很多那種什麼 補光棒啊 像很多牌子都有出 這個牌子我不會念 但是我知道這個牌子 是一個韓國彩妝師 它自己的自由品牌 因為它的隔離乳也非常好用 之前我的化妝師 貴賓就有推薦給我過 就是它上完它的臉 真的會超亮 然後它這一次呢 竟然有這種 補水棒 不是補光棒 對 補水棒 而且我跟你們講喔 很多家Olivian大缺貨 所以呢 那時候我在 就是架上看到 我就立刻買 那它就是你在保養最後 然後上完隔離之後 你可以塗在你的臉上 它會讓你的臉這樣子 有一點亮亮的 接下來你就可以上你的底妝 感覺用亮面的效果 可能會看不太出來 那我們就用霧面的好了 今天我用一下這個 呃 嬌蘭的氣墊粉餅 這塊我也蠻愛的 從去年我們 洛梨去巴黎的時候 我第一次用 我覺得我們還蠻愛的 這一塊上上去的效果 是比較霧的 但是它很薄 對 你知道它這一塊 原本是很霧面的喔 可是你有這個 上過這個 補水棒之後 它會整個很透 蠻厲害的是 它不會跟你的底妝結塊耶 嬌蘭的這一塊氣墊 真的蠻推的 而且 我覺得它有一個設計很好的是 它的按壓用量不會太多 像有些氣墊 它就是你知道 要一按下去超多 但這一塊不會 滿意 這個如果滿分10分的話 我可以給到9分 但當然它的持妝度 我可能要再觀察一下 我覺得像 韓國或是日本啊 這種比較乾的地方 這種東西就 千萬一定要記得戴 好的 再來呢 遮瑕的部分 我買了這個 姊姊他們推薦給我這個 Nature Republic的這個遮瑕 但它不是刷頭的 所以呢 為了以防萬一 我先擠一些些在我的手上 遮在我的眼下 因為我還是比較習慣用 有刷頭的 他們說這個很好用 但是其實你知道 有一些韓國的彩妝 你在韓國用 你真的會覺得超好用 可是畢竟氣候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回來 我覺得還是有差 就真的要上臉才知道 它遮瑕力還蠻強的 而且我剛剛原本有點擔心 因為它看起來 就是感覺是比較黏的那種 但是它很快就推開了 你們看 但是我覺得如果硬要說的話 那個SAEM的還是比較好用 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有刷頭的 所以如果滿分十分 這個我給到 6分 是滿薄透的啦 可以給到6.5 突然變了 好OK 那我們就來定妝 定妝我這次就沒有買 蜜粉我還是習慣用我自己的 我今天就一樣用這個 Mega Forever的 我真的很羨慕韓國的氣候耶 你們知道 我去韓國啊 我基本上不用定妝耶 眼下也不會暈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眼下的定妝呢 我最近是用 也是Mega Forever的這一塊 這個不是我去韓國買 所以我原本就有了 然後它是這個蜜粉餅 眼下一樣要壓一下 眼影來這次有一個非常值得推的 這個呢 是我那時候在 Olivian找到的組合 這個的眼影我真的很愛 你看我上一盤 這個 就是他們家基本的這個顏色 你看我已經用到就是 非常的舊了 然後呢 這一次我去看 他們有這種20色的 基本上就是我剛剛那盤的升級版 然後顏色都是 非常百搭 然後 我覺得Olivian很好吃 它很常會送一些組合 這應該是那個唇頰 加霜 但這種東西我還不太會用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不要冒險 我那時候看架上只剩一盒 我立刻 連想都沒想 直接放到我的購物欄裡面 超美的 然後它的顏色 十分之百搭 你看 我們現在就畫一個簡單的好氣色妝 我發現現在就是 也蠻流行那種 眼影就是不要 存在感太重 上面這一排就基本上是打底色 對 然後我會選大概中間後面這幾個 比較深的顏色去做眼窩打底 你的眼窩看起來才不會泡泡的 這盤眼影也是滿分 如果十分的話我可以給到十分 它完全是那種 不大會飛粉 然後顏色是顯色的剛好那種 因為我不喜歡超級霹靂顯色 因為你超級霹靂顯色很容易就會失手 就是很像唱金句的 那再來我會用一個稍微比較深一點點 一點點的顏色就做在眼尾的地方 不要就是落差太大 而且基本上我就是沾一次 上面畫完然後再用下面的魚粉 然後掃過 我跟你們講他們家的這種 下面的這種比較深的顏色啊 就可以拿來畫臥蠶 輕輕的給它掃過 他們家的顏色畫臥蠶非常自然 再來呢我們今天有個秘密無錫用給大家看 就是這一次我買到的這個 Wake Make的 他們也是姐姐他們推給我的臥蠶筆 我們就直接畫在這個 眼珠下面的這一段 不要整條喔 就中間這一段就好打亮 效果就很好了你看 然後我通常我的習慣是 我畫完之後 因為下面會變比較亮嘛 我會再用深色的這個 把我剛剛的臥蠶的地方再稍微加深 就是讓它有那種陰影的效果 你的臥蠶會看起來更明顯 我覺得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基本色很好看 它的亮片色也很好看 很細緻 你看它這個亮粉 點在你的眼皮上面 非常美 我們今天沒有要開箱新的睫毛膏 今天我就要來挑戰用 我們小妹的這個Moodie 緬焦的假睫毛 Wink的這個系列 必須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需要練習的 但我覺得它已經比一般的假睫毛 還要簡單很多 那第一步呢 我要先把我的睫毛給夾翹 看一下它是這樣子 你就用鑷子把它夾起來 夾睫毛呢 它黏的位置是要在你的真睫毛的下面 也就是你內眼線的地方 然後翻起來 從眼尾開始黏 然後用鑷子 稍微壓一下 就好啦 記得要這樣子是一個這樣L型 L型的 一樣呢 翻起來 黏 超級自然 而且你知道它這個有很貼心 它就有眼中眼頭眼尾 我比較喜歡Wink款 因為我喜歡睫毛很根根分明 那另外一個就是比較自然款 而且Wink款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只有三素 好 黏完了 是不是超級自然 我自己是習慣會再把這個再往上燙 你下睫毛呢 你就自己拿一支你喜歡的睫毛膏 然後刷一下下睫毛 好接下來呢就繼續我們來開箱啦 我們來開 我記得我好像有買 眉筆欸 喔這是眼線 這個是 喔Nature Republic 因為那時候呢 它就是在做1加1 所以我就買了一支遮瑕 然後跟一個那個眼線 還蠻好畫的欸 然後是深咖啡 顏色也蠻自然的 這個眼線我比遮瑕 給更高度的評價 這個眼線 初次畫上去 如果滿分10分 我有給到8.5 因為 它的這個頭跟 妹柄的小黑霸有一點像 就是出戲很剛好 然後重點是 它非常的便宜 我記得大概 100多塊吧 它CP值高的不可思議 這個你們可以買欸 遮瑕你們可以不用買 會不會太誠實 我記得 對我還要買一個染眉膏 喔染眉膏我買了兩個 一個是HINCE的 然後一個是 Nature Republic Nature Republic 我們今天開蠻多的 我們就用HINCE的好了 那我就簡單快速的先上完我的眉毛 欸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樣 就是年紀越大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化妝就會追求很簡單快速 就不會像以前那麼搞剛 欸以前化妝什麼都超搞剛的 這個顏色呢 我剛看起來有稍微比較深一點 所以呢 我可能要小力 這顏色很適合我的髮色欸 很OK 這什麼顏色啊 真的受夠了 我一直找不到他們的色號 因為我覺得 像我現在用的染眉膏 我都沒有到很喜歡 要嘛就是太淺 要嘛就是太深 但這個顏色非常剛好 而且它不會結塊 然後是我喜歡的那種小刷頭 OK 非常的自然 我覺得染眉膏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在你的眉頭 加強一下那個毛流感 眉尾的地方還是再用眉筆補一下 我跟你們說 剛剛那個染眉膏 滿分十分的話 我給到八到九分 對因為我很喜歡它的顏色 我覺得它跟我的 就是髮色用起來完全沒有違和感 超讚 修容的部分呢 我們這一次沒有買新的 所以就一樣用我這個萬年的E2 這個真的是我已經用光好幾盒了 OK OK 終於難得的好天氣了 這幾天天氣真是擦爆了 而且你們不覺得天氣一擦就 什麼事都做不了嗎 就是都不想做 腮紅呢一樣是Pelly Pera這個 我就是看到他們家的東西就會很想買 滿美的 就是有點這種霧面的 但是呢這個我覺得我自己有一點太愛買了 因為它跟你看我之前就是很常買的 腮紅什麼的 顏色都真的蠻像的 但搞不好它比較好用對不對 它還蠻淡的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腮紅有一些太顯色 你一上上去太重會很像過敏 我跟你講你要讓你的臉看起來年輕有沒有 你就是少在你的眼睛下面這個三角 不用再沾喔 就用剛剛的帶過帶過 OK 腮紅的部分給7分 可買可不買 如果你有缺腮紅可以買 好 接下來是打亮 打亮我還蠻期待這一塊 這個也是Nature Republic的 這個打亮呢 我覺得它超美的是它有四個顏色 欸其實我還蠻好奇 這個深粉色真的有人會用這個打亮嗎 我們今天就用這基本的顏色 我們就用這個打亮好了 有點淡 哇 好像普通欸 我換個刷子再給它一個機會 拿這種有點像掃把這種刷子看看 喔有有有 我建議你們不要用這個 如果這一盤不要用這個圓刷 可能要用這種扁刷 它比較好上色 但就普通 也是大概六到七分 可買可不買 唇妝的部分呢 這一次一樣就是一定要買到這個 Hot percent的唇線筆 我跟你講上次我買回來那兩支我真的愛爆 它全身上下唯一一個缺點 就是它有一個阿嬤唇膏的味道 我不知道你們懂不懂那個味道 就我也跑了好幾家Olivian 然後它有很多個顏色 然後很多都缺貨 然後我就把 就是有看到的顏色都買回來 你看它就是很自然 你還沒有拿那個刷 你根本就不用拿刷子暈 它其實拿來當唇膏也可以 你看它就是會讓你的嘴唇 感覺更那個界線沒有那麼明顯 好那我們這一次呢 唇膏我們來用這個好了 這個也是Nature Republic的 你知道為什麼買他們這麼多他們家的東西嗎 因為他們家就是在明洞是 一加一 但後來我結帳的時候才發現 你可以跟他說你要一支 這個應該是有點 我記得這個是有點鏡面唇膏 對應該是 欸很絲滑欸 而且這個呢我覺得它有點像 唇釉 它的質地是很柔滑的那種欸 所以你就一次可以不用用太多 很美的鏡面唇 喜歡這一次也給它9分 OK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用頭髮 好的各位我們現在呢 準備來用頭髮 拿出呢我很久以前買的電捲棒 今天想要夾一個泡麵桶 我記得以前好像覺得 好像不太好上手 10個多年我再 再給它一次機會 因為你自己如果 像我現在頭髮很長 然後如果用那個電捲 你就沒辦法捲出那種 人魚捲 就停個大概10秒鐘 然後我那天看小紅書 他有說就是 你在用這個的時候啊 你就盡量不要去觸碰到上面的頭髮 你就可以把 這個它彎的地方 你可以這樣夾一下 讓它定型 還可以嗎 就沒到非常捲 當然還OK 天啊暑假快到了 大家你們有暑假要出去玩的計畫嗎 六月機票都開始超難買的耶 超恐怖的 好像可以耶 我意外的又突然會使用它了 我知道它的使用方法了 你不能一個地方然後重複的一直夾 因為你重複的一直夾 它就會變得很毛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一次讓它停的夠久 然後呢 如果你要出門的人啊 建議你們噴一下定型液 這一罐就是之前被我當成定妝噴霧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眼瞎了 沒看到上面一些hair 然後我跟你講噴定型液的方法就是 你要把你的頭髮這樣往上拉 然後讓它就是 自然的在你的頭髮裡面 有沒有 沒有 欸 今天對我自己 對我自己捲頭髮很滿意耶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這支影片啦 喜歡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掰掰